大家好,我是之浩,我今天要提案的是那個GinneyV十周年的嘉年華 呃,大家 我想一下喔,我在這邊 這個場地呢,其實我今天來的時候有點熟悉,因為呢2020年12月4號到6號呢,也發生了 這看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呢?其實呢 2020年的12月我們在這邊辦了GinneyV的2020年的SAMI,就是兩次的高峰會 那時候有很多人來參加,你看這個場地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場地呢? 然後我們在對面的那個魔法,呃,綠色魔法學校也有 呃,講座,還有在五銀咖啡那時候 辦了一個麵海松,然後吃了很多好吃的東西,然後呢 這個像這個剛剛這個大家應該 今天在場地都會看到像這些人,這些人都是 也在2020年幫助大家一起辦SAMI的工人們 好,那但是這不是重點,今天重點是要講說 那兩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呃,其實,今年可能大家都很累,但我們想說 今天就開心一點,就是今年辦嘉年華 那嘉年華什麼意思呢?就是大家其實可以自己想 自己今年在10月的時候想要做什麼? 因為GinneyV社群是10月24號這個高村長註冊 GinneyV.TW這個董妹成立的 所以今年10月的話會有蠻多的活動 現在已經有一些活動啦,包括秋冬團 呃,10月22號的時候會辦大松 然後呢,現在在台北同時有一個這個 小松在討論10月23號的生日趴 那生日趴聽說非常的厲害,又有板斗又有攤位等等的耶 歡迎大家一起去參與 可以有那個叫做10th Anniversary的這個slack頻道 好,那今天我要在這邊開的坑的話 比較像是要討論 呃,因為GinneyV.TW決定 呃,我們幾個總召決定說要播出一幣部分的經費來 支持大家今年10月的時候辦活動 所以今天我會在這邊跟就是有興趣的人討論說 這筆錢應該要怎麼運用等等的 那目前的想法是說今天討論完了之後呢 就會公告這個辦法 那,呃,應該會有一個月的時間給大家想 自己在10月,今年10月的時候要在要做什麼呢 不管是在台北,在台南,在全全國哪裡都可以 呃,跟GinneyV有關,跟開放文化有關的活動都很歡迎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5月中的時候公告 呃,呃,這個大家偵見還有審查,不是審查,討論的結果 那,希望如果大家今天一個是有興趣來跟我討論辦法的話可以來找我 另外一個是如果你已經想要糾團做什麼 譬如說這個Disfactory在那邊嗎 Disfactory有沒有想要做什麼啊 或是Cofax也有來,Cofax有沒有想要做什麼 那,如果你想要來投建,呃,10月辦活動的話呢 你的稿件需要有這些東西 你需要有合理的內容,活動的目的啊,規模,時間場地等等的 那,同時因為GinneyV是一個,呃,Promo開源的,呃,社群 所以你的活動結束之後應該要有一些開放的成果跟大家分享 好,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找我 這只好,我今天會坐在前面這邊 好,謝謝 謝謝